大马路上两名骑士互相推挤 跟你一拳我一拳 谁也不让谁一路打到车道上 下一秒头戴红色安全帽的黑衣骑士 整个人跌坐在地 差一点就被后方黑色轿车撵过 警方获报后立刻赶往现场 只是双方爆发行车纠纷 其因竟然是为了一对领阳脚 因为我勤在这里 他用飞行锅铁奥 我挥手跟他打 那个两个牛 牛打在那马路上中间 黄元事发经过 74岁的周姓骑士 当时看到对方 后座载运长50公分的领阳脚 边骑车边告诉他 东西太突出很危险 到了红灯路口 双方爆发肢体冲突 我有跟他点头 因为在那个行径之中 他可能没有听到 事发就在板桥 堵行路和大关路口 双方当时就在这个地方大打出手 但由于这个地点 接近福州桥 可以通往板桥市区 因此不仅上班时间 就连平常也有很多人车 今年9月双方当机户殴 这星期是被打到 离眼睛都坏了 尽管他认为自己是受害者 但法官检视监视器画面 认定是他先动的手 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 这些载物宽度不能超过把手各十公分 从后轮走算起 也不能超过五十公分 尽管载院离仰角的长度不违规 但在街上大打出手 还影响到其他人 也让两名骑士都被一事为法 开罚三千人的罚还 TV的新闻环境 我家也蛮爱新美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